MING PAO CANADA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i! 今天主带另一位各位介绍的品牌叫Thron Max 它主要专精于制造收音麦克风 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都设有代理经销 台湾的代理商是玄弦有限公司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三个主角 在画面当中都已经完全看得到了 分别是我现在头戴的专业监听耳机 THX50 以及现在收音麦克风Done Plus 以及桌上型的麦克风支架 型号是Clip S4 接下来影片就会为各位分享开箱 这三项产品分别各有什么特色 我们往下看下去 首先我们介绍的是坚定耳机THX50 我必须说其实过去我蛮害怕 带这种包覆式的耳机 为什么因为我头蛮大的 所以过去我试带过了几款这种耳机 大上去没有多久 就因为它的调节范围不够大的关系 我的头很快就觉得不舒服 上部就觉得很压迫 但是今天我试带了THX50的时候 让我蛮意外惊喜的 因为它可调节范围很大 所以当我把它调节到适当的宽度的时候 我带上去之后 非但不会有压迫的情况发生 而且它还有多余的空间呢 让你再去做增加的调节 而不单单是可调节范围大之外呢 它的耳罩的部分呢也做得很大 它可以把我的整个耳朵呢 都包覆进去 因为过去我带过其他品牌的包覆式耳机呢 它耳罩的部分做得不够大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会有一部分去压迫到我的耳朵 那久了呢就会有不舒服的情况产生 但是THX50呢 它把我整个耳朵包进去的情况之下 就不会有压迫发生 所以带久了也不会不舒服 虽然不是降噪耳机 但是因为报复性好的关系呢 与外界的环境音隔绝的效果也还算不错 在标准配件当中呢 内附了两条音源线 一条是1.5米 一条是2.5米 长度不同 比如说你一条可以放在工作室 一条可以放在家里 去对应不同的场合呢 去做使用 另外呢还附了一个3.5mm 转接6.3mm的转接头 让你去针对不同的设备器材呢 也可以去做适当的对应插控 另外呢还附给了你一条1对2的分接线 这条1对2的分接线的母头呢 可以连接麦克风端的音源线 然后分接出来的两条弓头呢 分别可以接在电脑端的麦克风孔 以及耳机孔 所以简单来说THLS50呢 这支耳机呢 它同时还内建了麦克风 所以当我们接上电脑之后呢 可以用来做视讯软体 或者直播对话的使用 对麦克风的硬体规格这件事 坦白说 史丹利没有那么专业 所以我们把这些参数呢 列在画面当中给各位去做参考 而史丹利的评测影片呢 一直以来呢 主要诉求的就是我们使用器材的实际感受 分享给各位 在使用这支监听耳机的时候呢 因为我刚刚有说到 我带这种包覆式的耳机呢 经验比较没那么多 我唯一一支的包覆式耳机呢 是我现在手上这款 Sony WH-1000X Mark III 好那这一支是一个蓝牙耳机啊 它诉求是比较音乐式的包覆式耳机 那这一支耳机呢 跟我现在使用在跟各位分享介绍的 THX50比较起来呢 的确有比较是有差异的哦 THX50呢 它接上去之后呢 我聆听所有的声音呢 细节是比较层次分明的 而使用这支Sony的耳机呢 听起来它比较声音是combine在一起 我比较听不出来所谓的细节 我拍过很多mini mic的介绍影片都说过 声音这件事是比较出来的 没有比较正所谓没有伤害 所以当你多听 或是多使用不同的收音器材 或是监听器材时 就可以比较出来它的声音差异 你就可以知道说 什么样的收音器材跟效果呢 是你所喜欢的 而在这段时间内呢 我使用的THX50呢 来做影片的剪辑监听 或者是现场拍摄收音的监听呢 都有不错的体验 而另外一个重点呢 是它的价格 如果片头所说的蛮清明的 才1380 就有还不错的效果 所以其实还蛮推荐给你去参考 如果你想要买一支监听耳机的话 这个价格这个效果 可以评估看看 监听这件事情呢 对于摄影工作者来说呢 真的太重要了 没有及时的监听 如果你只从摄影机 或是相机的表头呢 去判断音量的大小 而你使用的可能又是无线麦克风 有可能受到干扰 而出现了中线的破音或断音 收音过程出现了任何差错 而无法重拍时呢 你真的只能切副谢罪了 所以监听耳机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你投资的工具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今天的收音主角 就是型号DUN PLUS收音麦克风 过去呢我没有用过这样子桌上型或是支架型的麦克风 我都是使用mini mic或是机灵麦克风 有订阅史上迪频道的朋友呢 应该也注意到我最近拍了很多麦克风的评测 但是使用这种支架型或是桌上型的麦克风呢 是我一直想要尝试看看的 为什么 讲一些粗俗一点就是 用这样的方式感觉就很装逼 感觉整个专业感就提升了10% 心灵上呢又觉得自己更专业了 DUN PLUS的几个特色呢 主要首先是USB的连接 即插即用 不需要额外的驱动软体 就可以使用在你的电脑或是其他的设备上面 不需要呢 特殊的录音界面或是程式 也不需要特殊的设定 只要使用电脑端的录音程式呢 就可以直接收录DUN PLUS的声音 不单单只能使用在电脑端去做录音 在我做这支影片评测之前呢 我做了一些功课 我看到了一个香港的YouTuber呢 他是使用手机呢 买了一个Type-C 转接USB-A母头的转接线呢 然后去连接DUN PLUS 他一样可以使用DUN PLUS去做收音录音 所以透过转接的方式呢 多设备都可以使用DUN PLUS这支麦克风 在标准配件当中呢 他是附了一个金属的底座 当我们不是使用这样的支架去固定DUN PLUS呢 我们可以直接立在桌面上去做使用 标准配件中呢 所附给我们的音源线呢 是一个Type-C连接USB-A的连接线 可以直接去连接你的电脑端去做使用 在音讯的采样率上面呢 是来到了96Hz 然后比特率呢 是达到了24bit 而另外的规格呢 在画面当中呢 我们也条列出了给各位去做参考 整个外观上面来说呢 它的底座是一个金属的底盘 然后在麦克风的这个上面的收音网呢 是全金属的 然后机身的侧边呢 这边主要是塑胶的用料 而接下来呢 就史丹利觉得DUN PLUS呢 最值得分享的一个功能就是 它有两种的收音模式 第一种呢 就是星形指向型的收音模式 现在史丹利的收音呢 就是使用了星形指向型 而另外一个模式呢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旋转这一颗大颗的按钮 到另外一侧时呢 当灯号由蓝色变成绿色时呢 全向式的收音模式 今天如果拍摄的场景 或是录制的情境呢 是两人三人以上 多人时呢 就非常适合呢 使用DUN PLUS的全向式收音模式呢 把麦克风放在居中位置 这样可以清楚的收到每一个人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DUN PLUS呢 它有两种收音模式呢 对于日常 我们要去做拍摄录音来说呢 就非常非常的实用 而在我们旋转这一颗模式旋钮时呢 左右两侧分别是全向式的收音模式 以及星形指向型的收音模式 当把旋钮转到正中间时呢 它就进入了静音模式 而我们在这两种收音模式 就是调整的时候呢 都可以看到这个周边这一圈的LED灯呢 它的亮度是有所不同的 这也是去控制db值 就是音量大小的控制方式 而下面这颗小颗的旋钮呢 它主要是去控制耳机的监听音量 在DUN PLUS本体呢 下方有两个接口 一个是3.5mm的耳机监听接口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Type-C 连接到电脑的传输音源线接口 而原厂的标准配件当中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 它附了一条2米长度的金属编织 Type-C对USB-A的传输线 以上这些优点介绍完之后呢 你问说史拉尼多少钱 真的不贵 它的盒子外面就标明了 2580 这样的一款多功能型 而且有两个收音模式的麦克风呢 才卖你2580而已 我觉得还蛮值得投资的 如果你手边还没有一个像样的麦克风的时候 而且你的录制场景 几乎都是在棚内 室内的话呢 DUN PLUS是只能推荐的一款麦克风 今天要介绍的第三样产品呢 就是现在看到这支Clip S4的麦克风支架 这些支架能不能够 如我所愿的到我想要的位置呢 它的用料好坏呢 就决定了它的品质 S4来说呢 它有三个关节 然后它是属于内角链的设计 那你不需要透过任何的板手或是手工具呢 就可以去做关节的松紧调整 以现在来说 我们松开中间第二个关节的部分呢 在我没有湿地的情况之下 它会往上弹 因为它里面是气压弹簧 然后当我去压下来 到我想要指定位置时呢 我就去转动 把它转紧 这样子呢 它就会固定在我想要的位置上面 再加上中间的这个中轴呢 它本身可以360度旋转 喂 去哪里 好远啊 所以三个关节呢 加上中轴的旋转呢 基本上可以让麦克风移动到桌面上的任何一个位置 几乎啦 但不可能到对面那么远 所以当我们如果要一个人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设定成像现在的一模式 然后如果像刚刚我说到的 我们把它转换成悬向型的收音模式 或是电话会议 这个桌子上面可能坐了四五个人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旋转的方式呢 把这支麦克风呢 转到比较至中的位置 让与会的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清楚的被收音到 在桌面的夹具部分呢 原厂提供的数据是最宽可以夹到六公分厚度的桌面 那我自己有拿尺稍微透亮了一下 大概可以到六点五啦 所以多数的桌面应该都是可以使用的 以上呢 就史丹利今天为各位介绍 Fromax这个品牌的三样产品 Clip S4的桌面麦克风支架 还有Dunplus的收音麦克风 以及专业的监听耳机THX50 这三样产品 如果这三样产品购买下来 以定价来说呢 价格不用一万块 我觉得CP值是非常的高的 如果你买了一套这样的设备 不管是游戏直播 要拍摄影片 录制Podcast 或是乐器表演收音 多人会议 这样的配置呢 都绝对足够使用 好吗 那希望呢 你喜欢史丹利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三样产品 期待呢 我们下次还有更多有趣 实用的器材分享给各位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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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